我從七歲開始正式接受音樂的訓練 在這個之前,我家裡有一部鋼琴 因為我姐姐是有學琴的 那時我只有幾歲 看到這個樂器很有趣地叮叮一下 但家人就跟我說 基本上就是你要正經去學這個樂器才會成功 那就去學吧 一學就... 學了很久 學了十年 超過十年 就是鋼琴 但當中其實開始鋼琴沒多久 我認為已經有接觸其他樂器 總之簡單來說 就是對音樂其實很明顯是有一個興趣 你小孩子是不知道的 但你很容易就會感覺到 我聯絡到那樣東西 比如你作為一個小孩子 有這麼多東西給你選 你會不會... 譬如我家人會問我 可能你對其他東西 你可能對跳舞你都很有天分 但我會想 但我沒有感覺 但音樂有 所以然後... 還有一件事如果你沒有興趣的話 你不會... 不會支持到你... 因為始終都是要練的東西 而且... 真的不簡單 都... 不是說自己很厲害 但始終你學一個樂器 你一定要放時間 放心機 而且一定要下苦工 那... 又... 又捱過了 然後... 然後... 譬如在讀小學中學 一直都有接觸音樂的 是的 然後... 去到一個你要抉擇的位 就是... 你要上大學了 因為那裡是一個很大的... 分水嶺 你真的要... 直接面對你的前途 究竟... 你... 這個是... 預備你的前途 很重要的一步 那... 那... 究竟... 因為同時間呢 我沒有說到 同時間我亦都對... 本身對電腦都是很... 興趣是... 非常之大的 不是說... 哦... 欸... 欸... 興趣就是音樂 賺食就是電腦 有一點點是這樣 但主要不是的 因為我對兩樣東西都有一個... 幾... 幾... 平衡發展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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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但是去到一個... 你要... 真的要選擇科了 譬如... 大學了 那... 然後家人都有... 給點意見的 即是它沒有... 沒有迫你的... 你喜歡部什麼都... 都沒有所謂的... 但是它... 他們講了一個... 亦都是當時... 很... 很主流的一個... 一個... 一個觀點來的 就是... 你... 其實到現在都... 某程度上都... 我覺得... 就是... 學電腦呢... 你要... 好... 好... 跟... 與時並進得... 好貼才可以的 如果你這一刻... 譬如你... 簡單音樂你放在電腦... 以後你有一天... 你想回去... 做電腦呢... 是很難的... 反過來相對是... 容易一點的... 那我一聽... 有些是喔... 還有兩樣東西都是興趣嘛... 那... 尤其是... 亦都... 有一些... 受... 整個環境的... 氣氛影響... 覺得... 讀電腦是一種潮的東西來的... 那時候... 讀電腦是一個... 很... 新興的東西來的... 那... 好像... 都... 挺好玩... 自己也喜歡... 而且... 那... 那就... 就... 踏上了... 這個... 讀電腦的路途了... 那後來我是入了... 這個... 科技大學的... 計算機工程的... 那... 我是有讀完的... 其實... 入... 大學是一個... 真是一個... 踏入社會... 一個... 對我來說... 是一個... 很... 啟示性的... 一... 一步來的... 因為它真是... 真是... 一個社會的熟影來的... 你真是... 因為跟中學是兩回事來的... 中學你人造太少... 以及對來對去... 對了這麼多年... 然後大學你是什麼人都有... 最簡單... 我讀男校的... 我讀中學... 是沒有女生的... 玩聯校的另計... 那... 你大學你是... 你是需要跟... 很多... 女生... 日常的... 相處是很多的... 雖然我那個科是很少女生的... 哈哈哈哈... 但是... 這個另界都有... 那... 那... 但是你... 開始在... 跟那麼多其他人... 以及... 不是只有你... 自己一科嘛... 整間大學你可以跟其他科學人做朋友的嘛... 那你才開始在這個大學裡面... 你才正式開始... 嘗試尋找自己... 原來在這個... 社群裡面... 在一個什麼位置... 然後有些位你是... 原來... 原來是這樣的... 又或者原來有些位... 是需要時間適應的... 有些位需要時間去接受的... 最簡單... 我是不打機的... 這個是... 成為我一個... 很... 頗大的社交障礙... 因為真的融入不到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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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團體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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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件事啦... 另外一方面... 因為科大是沒有... 藝術部門的... 沒有藝術部門的... 也都沒有... 當然也都沒有藝術部門的... 它只有一個... 藝術中心... 藝術中心... 是一個... 比較... 普通的... 推廣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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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的機構... 而不是一個... 一個... 很... 學信... 的... 的... 團體... 而我也沒有其實跟藝術中心有更新的接觸 但是... 我是有進入到這個... 大學的... 那個叫甚麼... 音樂學會 對了... 基本上,因為科大人數不算很多 比起以前就沒有那麼多大學,我讀的時候 而且我們以工科和雙科為主 沒有Art Faculty 所以會接觸音樂的人是相對少很多 所以只要有一個有興趣在音樂的人 他就算這麼不合到群 也會受到國方的招來,很有趣 我有牽涉過在譬如 Uso,Benso,Strength Orchestra,Win Ensemble,中樂團,科大電台 這些全部我都有牽涉過 Drama Society 也有 所以那個所謂文化生活 其實都相當之豐富 也都為讀我的學科來說 是一個挺有趣的 我想美其鳴是一個很好的平衡 其實是一個角力 用了很多時間去發掘自己喜歡的音樂 去聽很多音樂 聽起來好像很廢 但其實那時候 對於我怎樣形成我自己對於音樂的所謂品味 那一兩年是最重要的 這個三年的大學生活 當然是一個其實很快速地逼你成長的一個過程 第一年主要你適應大學生活 適應那個學習的環境 而更重要的是學習適應一個社會的縮影 大學是一個 你要學習和很多各種各種不同的人等相處的一個很大的過程 而當中就發現自己 原來我真的是一個奧波 我是原來不懂得跟別人相處的 我是很多人很古怪的 很多人會覺得我這樣 你要用一些時間去接受 但是因為對音樂濃厚的興趣 在科大裡面 當時來說就不算很多 所以很容易就會接觸到 興趣傷頭的人 原來都是怪的 很多都是 所以 你問他們他們自己很型 所以有很多碰撞 然後形成你很多個反思 原來以前喜歡病的 覺得自己已經很認識世界 那些東西 有些東西是打破了 然後你去重新地 再配合那些東西 去了解一下別人 別人的喜好是這樣 別人的生活是這樣 別人的想法是這樣 是一個很激盪的 譬如第二年是最激盪的 所以情緒上也是最波動的一年 亦都用了很多時間去自己發掘 聽很多不同的音樂的年份 亦都同時間是最荒廢的學業 那沒有的 作為一個處理座 就非常之有分數 其實都灑廢還灑廢 但是自己知道的 知道什麼時候就開始鬧回來的 其實很快就已經 都不是醒覺的 找到一個好好的平衡 不如這麼說 去到譬如第三年的時候 已經 起碼自己 感覺在那個環境裡 我自己覺得很舒服 也都在各個不同的嘗試上 譬如音樂 玩樂團 也都譬如寫了 第一次寫音樂劇 那個是科帝第一個音樂劇 開校以來 然後學業方面也都兼顧到 所以是一個 現在回想回頭 在投身社會之前 完全沒有後悔的旅程 就算現在 最後現在 自己主力從事的東西 和當時讀書的東西 不是太大關係 都覺得是 非常之 非常之 非常之福福 剛剛提過 參與過很多學會 或者組織 很多不同的活動 例如這個 有個 Museo 搞活動 歌唱比賽 各樣的 搞 樂隊表演 很可愛 你從來沒有想過 是 喜歡音樂 但原來 喜歡音樂 是跟一班 所謂志同道學的人 一起做一件事 出來 那件事 原來是一個很新的體驗 然後很多 然後很多 類似的經驗 一路累積 例如你去 唐館樂團 去廣州做交流 這樣才算 又是一個很有趣的體驗 然後很多不同的經驗 累積了 然後最後 我們做了一個 就是我之前說的 寫了一個音樂劇 出來的 然後是有正式 訂場 公演 到的 我覺得是一個創舉 真的 因為 尤其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是一個 都幾 相當破甲的演出 來的 它不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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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性劇本來的 它不是一個 有個劇本 然後有人物關係 完全不是這樣 有一點點 抽象 然後在音樂的 形式上面 都是 都是 有些 很多的 試驗 我最記得有一首歌 寫了 然後編曲 呢 只是用一條條的 Sign Wave 搭著 這樣做出來的 而當時 也沒有想過 怎樣可以 因為呢 原來唱歌 那個是會入不到的 完全不想這些問題 但是 那 試驗就是這樣 那 那 反應是 良好的 那 那時候 我們自己也 我覺得 這三年大學生涯裡面 這個 都幾是一個 禮程來的 做了一件這樣的事 也啟示了我之後 未來的生涯是怎樣 真的一個很大的啟示 那 畢業之後 你要正式面對交入這個社會 找到工作 正式成為一個從事IT的人 這樣做了年幾兩年 當中 其實是享受的那份工作 但是也很多時間會想 如果我在這個時間不放棄做音樂這個念頭 會怎樣呢 這個念頭越來越大 又有一種 那去到一個點 你發覺真的要試的話 那就做了一件事叫裸詞 裸詞 裸詞 就 顧名思義 不顧一切 那 因為我還有一個殺手選的 就是可以教琴 如果一晚什麼都做不成的話 我起碼先維持好自己的生計 不用 不用在街上吃 這個也有一個叫做 但是時機真的很壞 因為遇上那個時間叫做沙士 那 是 不要說八業蕭條 整個社會 雖然不太長 比起COVID 那 那 一路 做 教琴的工作 做了都 年幾 又做了年幾兩年的類似 然後遇到一個 機會 進念 有一個跟進念友好的朋友 就說他們有一個演出 就需要人彈琴 那 我就去了幫忙彈 那 一彈就彈到現在了 如果要跟當時很多想法 也都有一些 膠戰的自己 那個狀態的自己 講一番說話 其實很簡單 那就是 其實不用怕 你去你就知道 不去你就不知道 去到你自然就知道 然後你回望 你就會覺得這個是一個很 很sweet的旅程 音樂劇的世界很大 有很多可能性 無論你是彈琴的也好 打鼓也好 砌beat也好 rapper也好 加入我們空白業計劃 告訴我們 你心目中的音樂劇 是甚麼一回事